现在看到的是1930年9月日暮下的群山 在这条街上可以体验当时群山人的各种生活空间 有当时被称为荣丁的永东商业街 内港的仓库以及福建桥 昌城洞的地轿子 群山剧场 群山站 允民学校 临坡站等等 首先大家所站的地方是朝鲜日治时期群山最繁华的永东商业街 按照当时的行政区画 这条街的名字叫荣丁 日本人称其sagai maji 而韩国人则把它叫做松坊街或松坊巷 因为在当时这条街是韩国商人的中心商业圈 在这里做生意的商人当中 很多都是开城商人 而松坊是指开城人在汉城开的装卖丝绸 棉麻等布料的布店 松坊街因此而得名 这里还重现了永东商街的杂货店 人力车房 兄弟交鞋房 山口烧酒批发店等 参观完博物馆以后 也许可以到附近的永东商业街逛街购物